国内流感疫情有蠢蠢欲动的趋势 为了降低老人、孕妇以及具重大或是慢性潜在疾病者 因为罹患流感导致严重病发症或死亡 111年公费流感疫苗将从10月份起分阶段开打 第一阶段从10月1号起 可接种对象包括安养、养护、长期照顾等机构的受照顾者与所属工作人员 6个月以上到国小入学前幼儿 孕妇具有潜在疾病者包括高风险慢性病 罕见疾病患者或是重大伤病患者 6个月内婴儿的父母、幼儿园托育人员及托育机构专业人员 国小、国中、高中、高职、五专、一到三年级学生 还有勤处相关及动物防疫人员 而第二阶段施打时间从11月1号起 可施打对象包括50到64岁、无高风险慢性病成人 至于流感疫苗可不可以和新冠肺炎疫苗同时接种 根据卫福部指出 流感疫苗是不火化疫苗 可与新冠肺炎疫苗同时接种 民众可依照需求 选择同时间或是间隔一段时间接种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